去年因疫情延期到12月的铁道马 今年抢先定在4月18号举办 追着火车跑的铁道马记者会 宣布今年会有神秘队友组合 铁道马是7人组合接力赛 包括路跑界达人后腾有四 Tomo-san 超马三太极等人 一起来帮忙助攻 将会是今年赛事最让人期待的惊喜 好哟 很多个字 是我们的客家看过来 不知道是D.O.G还是懂 没关系 你赶快在Facebook地下留言 所以就是跟我们这个勇生快拜 赛道上显灵的三太子来合作 就是我们的客家看过来D.O.G 神秘队友的帮忙助攻 那媒体也好奇 侯友仪市长有没有机会成为神秘队友 和跑友参加铁道马呢 追山追海追着市长一起跑呢 我会才有可能 我一直想去追火车 追了六年都没有追到 这是我非常大的遗憾 那去年疫情的关系 我更忙所以没时间差你 我希望今年如果疫情能够舒缓 我有机会的话 我就很想去参加 这样一个团结力量大 友谊永全的好运动 铁道马广受称赞 但去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延后举办 今年是否会再受疫情影响 得戴上口罩参赛跑全城 侯友谊强调 一切以疫情为优先 若疫情舒缓就照办 若有特殊情况就延期 绝对以防疫为优先 滚动式检讨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